台湾侵略媒体自由时报9号报道称 台空军近年来为应对解放军军机所谓绕台情形 致使后勤围保预算仍居高不下 台防务部门2024年度预算书显示 有关台空军围保的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 以及涉及零件采购的军事装备及设施费用 明年共计高达346亿余元新台币 报道称解放军在2016年10月起 频频实施远海长航训练 美国重业前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窜台后 解放军对台实施针对性军演 军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迄今已常态化 解放军也持续增加中大型无人机所谓绕台频次 台防务部门除了调整应对作为 也持续编列足额后勤维保预算 台防务部门2024年度预算书显示 台空军明年攸关零附件采购的军事装备及设施费用 及涉及后勤的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 共计346亿元新台币 该媒体还提到 若对比蔡英文上台8年迄今的同项后勤预算 台空军2023年这两项预算总额 高达368亿元新台币 创下蔡英文上台以来最高记录 也是其2016年上任时187亿元的近两倍 至于民进党当局2024年度总体房屋预算 更是高达6068亿元新台币 创历史新高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此前表示 根据有关媒体算的账 民进党当局上台后 台湾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花费 和台湾地区的房屋预算逐年攀升 2020-2022年 台湾是美国最大的武器买家 2024年台湾地区的房屋预算 较8年前增长近一倍 因为台独势力的折腾 武器越买越多 债台越住越高 台湾同胞却越来越不安 如果任由民进党当局 在卖台害台毁台的邪路上 一条道走到黑 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 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